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藏经》也是相当庞大的,在七世纪期 前面各位看到开保大藏的时间 这边没有几乎哪一年,差了差不多三百多年 七世纪大家都知道,西藏国王契宗弄转, 西宗弄转,文臣公主到印度流血,吸回很多梵文景点, 就用梵文为基础,创造西藏文字,并开始梵林的拜议 所以这边我们一看出来,现在我们常有印藏佛教研究 所以印度的文字跟西藏的文字是比较接近的 因为西藏文字是从梵文过去的 所以八九世纪之间,西藏的翻译也是非常发展 西藏的深切与翻译之外,并留下大量有关佛学的著述 就是中意历史著作者 到了十四世纪,古敦将一切经典分为干注尔分为经律 干注尔就是论两大类 藏文、藏经历代的版本非常多 最早有十三世纪开标的旧纳唐版藏 最后拥有其他各种的藏经 北京藏、拉萨藏等等 其中以德格藏、西藏藏、北京藏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尤其德格藏是现成藏文大人最为完整的一步 我上次也跟各位提到,有一个徒登仁波切 他跟我提,他说,你们藏文翻译很多 比藏文翻得好 因为他是西藏人,我就不知道 因为我所知道,他们一般说 因为他们比较接近,翻译起来的困难度要少很多 语言很接近 但是呢,大家看我们汉译的那些翻译的几年度 那也是不遑多让,可以这样说 好,下面再说其他 西藏三藏流平于中亚西洋 到了十三世纪的时候 元氏主胡不列进入西藏,西洋大巴教 以八十八为国师 八十八受命制造蒙古文字 并从西藏国典译成蒙古文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藏跟蒙 然后还有满 到十四季初,沙迦派之朗妈 即无数藏蒙回合 我会学着陆续完成蒙古大藏经的传译 下面有满洲大藏经 在十八世纪,先易出藏蒙 两个大藏经 最早西藏清世宗 清世宗就是雍正皇帝了 的京臣皇教领袖 图观糊涂可图 一诗奉识翻译开版的满龙藏三体 对照的干诸儿 而玄奘续于乾隆五十五年完成 其间一尘长寺从汉文大藏经一尘满文 据文世界现存的满文藏经 唯有一部保存在日本 日本人很厉害 那么西汉裔的大藏经在宋仁宗时代 西汉,西下的有元号 西藏之宋得到大藏经 后字翻汉二字院创造西下文字 并请回合生翻译和解 到了元大德年前全藏就完备 有三千多卷 后世所发现的西藏文字课本 只有四百元 那么此外呢 近代西洋学者研究东方学的风气日盛 博学也在欧美学术界见入曙光 左典的翻译就是玄奘修宗诗 早其多一字巴厘文左典 即至梵文元典被发现后 就有许致梵典一种欧美文字 一直到目前为止 欧美佛典的翻译多数一经一点的单音本 余子余量都远不如东方各国 若以现代佛学在欧美一日千里的发展的形势来看呢 欧美文字大藏经的编译应该是指可待的事 到这个地方我要稍微的说明一下 这些很多的 满文现在全世界懂满文的人不多 像以前大家知道的普世瑜画家好像他都不太懂满文 没有什么人懂满文 满文已经算是一种稀有的专门 换句话说满洲人几乎都看画了 那么还有就是新疆人欧美人士翻译当今 当然我们觉得也是非常乐观其成 也是很随喜的 可是他们的翻译要比起我们这个祖师来翻译 就拿中文来说 现在我们这一代远比不上上一代 那么上一代再比古高僧 对不对 同样的 现代的英文的那些 一样的他们也比不上 所以说你可以花上像当时很多高僧是 比如说我们讲安世高是安息人也好 印度人也好 大罗兹人也好 还是我们汉人也好 那些顶尖人物现在是绝无尽有的 那绝无尽有的 那种不管他的修制他的修养 他的文化的修养 以至于佛经,以至于他修养很不容易 当然是可以 所以说这些 因为这些到了文字的尖端那种 那种是需要有相当 就是说你要吸收有很多文化的底蕴 跟很多很多因素造成的 好 下面我们再看众文大党经 指的是汉文翻译的 传述的佛典所提成的重书 日本人称为汉语大党经 刊行的地域不限于我国 如朝鲜、日本都受众文化影响 而成为汉文系统的地区 都有兼有刊行 以及凡是汉文刊行的三藏 都受众文大藏 汉文所谓的经典 后汉逐渐增加 这种趋势可以见诸易经目录 而是其概略如左图所示 那么元代以后汉语经典已经很少增加了 所以很久一直到从汉朝一直到元朝 差不多有这么长久的一个时间 差不多一千多年了 到了元宋元以后 经典的翻译已经少 这是一个是少 没有来源 再加上翻译的那种 恐怕也很难比以前那些大家了 佛典之多是好路焉海 它的分类方法自古就有了 从开元释迦路以后 易移目录到北宋以后的开版 就是刚刚讲到大帐经 开保大帐 应该是开保大帐 开保大帐经的目录 可说皆以开元释迦路的分类为标准 所以这是开元释迦路 这我们以后还会介绍 然后现代日本现代的说刷大帐经 以大正新修大帐经则另有其分类方法 以下呢 所以这就是我们目录学的几个重点 开保大帐 就开元释迦路 然后日本有他们的系统 那么此外开元释迦路分类它的卷数 看下面就是说将佛典编路大帐经 在我国称之为路障 就是这个专有名词 也可以说目录学 其中一个关键词就是路障 世段的目录定有路障录者 当时我们讲了好多种有关目录学的 隋代的历代三宝记为最早 入障时需要天子的认可 此方篆集或此土篆术 以中国人著作正是入障者 最早建于开元释迦路 其实所选为一般佛学基础的佛典 至于宗派与宗派典集入障 那则起于五代之后 以下就各版藏经的系统 年代先后 剪除历代中国大帐刁版的一个情形 首先就是开宝大帐 又称北宋赤版大党年 又叫俗版 就是宋太祖赤刊 在开宝寺年 由蜀之益州 成都开刁的墓 穆克版印刷大帐刊 到了宋太宗太平新国八年 这样总共叼了十二年 来印完成 下面就是宋太祖开国之后 令高品张崇信到成都开刁十三万版 为低谷大帐 这个道安法师是我们台湾的道安法师 现代不是古老的那种道安法师 当国从佛教会里司长的那位老人家 他所作的中国大帐经翻一颗印十载 本帐共有四八 零含五千零四十八卷 这个要是最早五千卷的样子 那么宋代以前 而于开元入中未入帐的经有两百五十九卷 那么下面就每面多少字每行多少 多少行每行多少 每版有多少行 编号用千字文编 这个宋太宗曾经把这一部帐示给日升 叫法纪而传到日本 后来火灾烧了 然由此次版《大帐经》复写的书经 就是重复抄写的则留存在《法龙世》 与十三寺团书 此让对日本佛教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又当时高丽国王前使也请了这部帐经 再雕版一出雕版 那都是根据开普大帐 但是也不全了 开普大帐 就是说开普大帐要从高丽帐里面 才能看到有关开普大帐的原始面貌 但也不完全 接下来就是契丹帐 那么是在契丹新中时 致命在南京 所谓的南京就是北京 北京开廖 到了道中 就是契丹完成大帐 他年代大约比开普大帐晚了七十年 包括了开元世交路 旭开元世交路 还有宋朝新义的一些藏经 为他的字很密为古来 这个《大帐经》的板子最小 那么在燕经敬礁之房山 既随带静晚之一页 补科了四大部的石经 就是说房山石经 根据契丹帐完成 又据高丽史上来讲 曾经把这部《大帐经》送到高丽 高丽再教本就是据此 再教 教刊 以他 教以他障 而完成 但土鲁帆出土的印刷 在福音中发现有契丹帐的残涅出现 《《芋经》《《藏经》中之大作论》 《经》中兼有丹柱云之夹柱 另外还有经藏,是经朝人,是后来的满洲人 我们看后面《本藏经久以善意》 后来在山西造成,发现一些本质 都不完全 下面有施西圆卷帐、施西知府帐 我们都跳过去了 下面又看有击沙帐 击沙帐,南宋时代所开雕的大藏人 权上就有五千九百,六千多千 这一部《大藏经》在零国二十年,在陕西西安开园 卧龙两次发现有本质,上纯十字八,一五百步 后来在山西太原的崇山寺大殿也发现权杖 其间为引印击沙帐,而与全国各地广求权美 曾在山西广盛寺发现,九已失传的金杖 成为当时佛教学盛传的大师 台湾应行之中华大藏第一集,就是以击沙帐为主 我就因为这个特别把击沙帐留在这边 那高地藏刚刚大概介绍,大家都知道 击沙帐也是毁于蒙古冰火,也不完全 后面还有所谓的序等 下面呢,南藏,明朝 洪武南藏,洪武明太祖 设定在金明,蒋三世开吊大明 到明成祖的时候才科成 另外由永乐南藏 永乐,各位都晓得这是明成祖 他是场位而来的 所谓通常指的南藏是什么? 就是永乐南藏 大概介绍他的分类 大概是如此的 还有北藏 这是明代 还有龙藏 龙藏现在也有人专门印龙藏 秦门龙藏有病 还有一位叫郭居士 他也印了龙藏 这位过去我认识 他说他是郭子怡的后代 郭子怡的后代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了 我还碰到一位 我还碰到一位师达一位教授 他姓文 文姓武,他说是文天相后代 我就是没碰到岳飞的后代 这位龙藏 我们现在也有专门取的 好像是光铁的 各位可以来看 现在呢 现在呢 再看 这个有百纳帐 百纳 为什么百纳 就集合很多 很杂 还有平邪帐 有所谓的平邪大帐名 有平邪金色 在宣统 年间有印的 在民国才完成的 后面的分类 大家稍微看一看 这个系一日本洪教书院洪法 洪教本为主 参与金三藏、龙藏、丹英本印成 分类方法 因习说、刷、藏经 经历论三藏 均以大藏、大臣居先、小臣居后 大臣居以华盐方等波尔法皇天台五目五分类 这就是按照天台分类了 日本洪教的精华 在教堂记 而本藏则删除该教堂记 失去学术上的价值不可惜的 平地上 还有就是 会补章 又是民国所修的 以后 民国有几些 热心的局势 像讲完一条局势 等等 陆续所修 是本经的一个特点 就是收入不少中途 久异或新印发现的一些 另外还包含民国初年 像这些江炼柏、之峰、夏美尊、范古荣等人所译的 南传巴黎文经典 至今本藏于海内外 已经不多见了 后来 广定法族 广定在贵州街内带 广定老法族 他看了佛教大章经 也是我们台湾印的 大概民国六十几名印的 全部收入 所以说这一套章经我有好几套 大政章、万德虚章、国家章经 中华大章 刚刚我们提过了 由曲云光老女士 他是秀密的 赵恒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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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也许没听过 他以前是湖南都军 我们所谓的军法 可是为人很正确 非常信佛 为人很正确 非常护士和法 几个老军士 都非常护士和法 主编为蔡念申 就是蔡韵臣 原意接触选帐、续帐、益帐 同步入本师大像 选帐部分 您汇集各大章经的内容 续帐重复 《尊士集刊》 第一集收了有击杀权杖 跟宋杖的遗争 也没有失传的 第二集收家庭杖、正序杖 不建于第一集的 第三集收万字正序杖 不建于第二集的 第四集叫和各杖 不建于第三集的 序杖部分收取历来未入杖的 这个部分 益帐部分 零收益成细文而善于海内的经典 然 至倡议实立 二十一年续刊 道经还没完成 这个 中华大藏当时有很大的 这些人都已经不在了 那么另外是佛教当经 佛教当经 刚刚我们说广宁 老法是在民国六十六年 总共根据了拼杰杖为地本 由大藏杖、祭杀杖、嘉兴杖、万字正杖、序杖等 所收集由藏文、巴历文、译出的经典 还有民国所修的大藏经 现在就是佛光大藏经 佛光大藏经 66年有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 这种编本 有阿罕杖、博人杖、浸土杖、法华杖、华原杖、文字杖等 那么这一部大藏经 计划各版全部考定 文字教判 并以经文分段 足距标点、名像示意、经体解说、诸家专文及各部类子所影等 维持藏的最大特色 以其突破历代以来传统可疚 而达到一种大众化、现代化的理想 从民国76年完成者为由阿罕杖 以高历藏为底本 然后在对刊、名本、平杰上、日本万字帐、大藏经帐 互相移缺 采用大藏经各种古版的藏经的交换部分 并列举南传、巴历本、北传的译本或相关经典的对照经或参阅经 现在还没有完全完成 但是目前阿罕金来讲 有两本专门是一般学者研究阿罕金的一个精华 而且它有标点 还有各种版本的考证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学术研究 有的时候要用它 因为那是大藏经帐里面没有像它这样考证的 所以佛光大藏经也有它的一个价值在 那是不容否认的 下面呢 还有就是日本教刊 《苏科大藏经》的略称 这叫《苏科藏》 欧美人是这个名称 是日本最早活字版印刷的大藏经 《苏科大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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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如何 这样我们做对刊的话 你觉得你写的那个依据的那个经论 可以当做靠住靠不住 价值怎么样 可以当做非常好的教刊 有的教刊的基本才会讲到义 这一部《藏经》是以东经曾上师所藏的高丽藏为笔本 跟前面都有关系的 以宋胡周版元宁藏对教增补日本刊行的密教经轨日本诸经刊开宗之著作 并采用明朝智序所转的岳藏之经之类 方师 他的方法 分类方法 来分类 本藏的教刊严谨然亦兼有守明之物 守明就是那个牌制工人了 最有后来昭和在地人 在清朝到民国九年上海品鉴金社删除说算藏经上 南之考义教刊与日本赚成不分 而永四号活字版并不分 另外就是万字正序章 在日本明日年间京都藏经书院以身忍成教刊之皇博版 然后把它完成叫做万字大藏经 下面都有说他的版本的一个情况 另外还有就是万字序章 就作日本序章庭所收的万字正章中书 没有收的 佛多我国古代大德之书书 唯研究中国国教士不可缺的重书 近来以来多别于万字正章 而与序章近日明来看行 那这个有时候 西别大上面也会有万字正序章的都有 那上面都会说明的 现在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大政杖 在大政年间一直到昭和差不多十年的时间 由高南盛世郎他们编 那么政篇以经历论 即我国传书为主 并有韩国的历代古诸书 也有敦煌本等古译 还有以伟书 那么下面奔卷有图像为主 日本传书图像关系有363部 法宝所目录有大政杖目录 勘同目录等等 另外也有参照 宋元明三版 另外参照是郑昌元藏经 东皇古本及巴黎文梵文经典 我国传书古本及日本传书古本 主要以作者智写本、胡写本或古堪本为底本 即教堪对教其余之写本、堪本最主要 这乃富家训典 那么这些大部分都是在现在的大Cbeta里面 Cbeta现在有标点 但是标点也是有错误 以上我们是很快的把有关《大藏经》的简介给各位列列介绍了 下面我们要补充一下有关《经》字名义的来源用《经》 本来《经》是儒家专有的 那么我们先看《经》是知从诗眼 从诗今生 这是说文周易 《前传》是文《经》也直接了当《由》 《经》是法的意思 就是一个法则 《经》就是意的意思 《左诗》就是左传 《王之大经》也 《经》就是有刚记的意思 《吉韵》就是深运学的书 《经》《长也》 最早用《经》《孝经》 引用黄坎的《注》 《经》则《长也法也》 《正玄》《注》 《经》就是不义 《因为孔子以六经承教万事》 《女是春秋》 《是非之经》 《注》《经》是理的意思 《世明》 这是训古学的世明 《经》《经》也 《如经》《入》 《无所不可農》 《可常用意》 《文心雕容》 《经》也者很久之治道 《不堪》是宏教 《经》是什么呢 是很久 永久不变的一个道理 《不堪》 《不堪》就是不必去堪坷它 不必把它 它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种教育 张太元《国故论恒》 张太元是国学大师 《经》者边施最属之称 《亦由浮屠修多罗者》 张太元懂佛学的 《词译为现》 《意义为经》 《盖笔以具备业》 以备业成书 勿用现连贯也 故知《经》本书籍的通称 《后世尊》尊经乃特立一种名称 这是我们讲的 光是《经》这个字 好多种解释 那么下面就说《六经》 《六经》的名称 以前论语 《凤子》 《荣子》 《荣子》中 并没有 最早是看到了《庄子》里面 听一篇说 《某之志》 《诗书理义称秋六经之》 《以为文》 《庄子》称六经》 等到《礼记经解》 专门解是经的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 《其文人也》 《温柔敦厚诗教也》 《书教也》 《略教也》 《义教也》 《理教也》 《春经国教也》 他并没有称五经 但是他并没有称五经 但是他并没有称五经 五经在从古是很受重视的 到了汉武帝就有立五经博士 有十四个博士 那个博士就是一个官位 就是一个专家 最显而易见 就目录上而言 古代图书分类是余 《流运》的七略 七略就有六义略 朱子略、师父略、兵书略 六义就是六经 六义有的时候是礼乐、舍、御书、述 有时候六义就是师书、一旅、乘丘 很早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在汉安书印文字下面 《循庆》这个我们前面讲过 《甲乙丙》 《甲乙丙》 后来又是《施》 就是《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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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刚刚看过了 这边谈这个经 现在我们看看说 我们后来普得来注解 《经》欣义是修多罗 《经》的意叫苍达懒 《记》语叫苏达嚴 《仙》 《方便名义璁》 《济》 《经》略为《经》之 《牧经》 《诗经》 这边加上了 《经》要怎么解释呢 大家看一下,第一个是现,是有惯的意思 本来经就是现,那么下面是惯什么呢? 贯穿字具文艺而为一经,这就是惯 第二个,这个现还有是舍,舍持久戒众生,同振佛果 就是说,我们讲儒家的经典,只管人,只管人 只管我们人,用佛教来讲只管人道 可是佛教来说,除了佛法界,十法界,除了佛法界 九法界众生都在这个经的范围之内离不开 就是说,我们现在学的那些绝大多数的学问 都是来有利,说得好,就是说有利人类的 不管你是科学也好,什么儒家思想什么 都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以现实人类为中心的 而佛经呢?不是,佛经把六道众生 还有三界的,初三界的,三圣,僧文,元杰,菩萨 全部都理论,全部涵盖在内 所以他所涵盖在内,众生可以说全部包含在内 这种理论是万事不会变,世俗的学问不是 电脑过时就已经过时了,丢掉了 一个什么,诺贝尔奖过若干年被推斑了 有新的诺贝尔奖出现了,一直在变化 而佛经没有,这是讲到的 另外还有经,还有常的意思就是历三世而不一 过去现在未来 另外呢,总十方同尊,就是法 这个法则是非常广 天下有这样的经吗?没有 所以我们看上面,弃什么意思? 经有翻译叫弃 上弃诸佛之理,以度众生 下弃众生之鸡,以正佛果 所以不弃佛理,即非佛说 也就是说,弃疾不弃理,便是魔说 不弃众生之鸡,则为不说 弃理不弃疾,则同白说 所以经有什么意思呢? 经有观色常法的意思 所以我们一读经这个字 你看,我们从佛经来解释 它有常的意思,有法的意思 还有经是惯的意思 有色,从我们这边一看的时候 它把经的整个精神 我们读经这个字 这就是我们汉传佛教很重要 它不是光是说,这个经什么意思? 弃经的意思吗? 它是翻译说现的意思吗? 这就是我们表面的意思 它把它很详细的 把这个经这个字 把它综合归纳 把它从它的形式文字 到它的意理的内涵 整个精华的部分 所以我们才有三法印 一法印 永世不变 小臣三法印 过去现在未来的佛 讲的都一样 将来任何 就像佛经面讲 若佛出事不出事 若如来出事不出事 什么什么长存 什么什么 就是说 这个法文不管它 你用汉文 你用藏文 你用梵文 你用巴黎文 他方世界 不想用什么文 什么语言 基本原理 还是不离开 三法印 一法印 诸佛说法就是不离开 这个原则 就像儒家思想 在人道的众生 儒家这个思想是不会变的 现在为什么大部分 要提倡儒家呢? 为什么? 讲和谐、讲和平、讲大同 讲什么 人的人伦 这儒家思想最强调的 那我们讲众生平等 讲什么? 那这是佛家更广 他必须要接着这个 他才安定社会 安定他的整个的政治 或者是世界 对不对? 世界很少说世界大同 这个观点 儒家有 新方人 像美国人只是说 美国的利益 他不会想到说 全世界的利益 他不会谈这个 他只学我的 比较熟悉 叫做霸道 那 孟自家王道 就是 天下一家 中国一人 都是一家人 四海之内 皆兄弟 儒家思想 我们佛家思想 做生平等 这个就是 经他所包含的内容 所以我们一看这个 就可以看出来 它的外延 无所不包 它的内涵 是永远不变的 所以它叫做 经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样 一看的时候 对经这个意思 会很明确很清楚的理解 他解释这个经 为什么叫做经? 经常不变 可变的不能叫经 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公理 所谓的定律 所谓的定理 几乎都是暂时假说 都会推翻的 像测不准定律 把以前的很多那种 传统的那些科学推翻了 现在很多新的东西 把以前的都推翻了 那我们说经就不然了 就不一样 所以这就是我们从经 然后下面就是谈到 经然后造论 或者是能够编成 所谓五十八教 五教时钟 有这么复杂的 那是靠着什么呢? 根据三法印 一法印 根据四义法 根据了四七谈 以这个原则 然后千经万论 你可以造论 所以我们说天台也好 华元也好 或者禅宗祖师也好 他有很多创造权势学 或者是西藏的 他们也都要根据经 西藏很多的那些人 自己造论 没有错 要根据经 这样的一个基本逻辑 但是有原则 就是四七谈 三法印 一法印 还有四义法 然后 所以整个佛法的精神 不离开 将来你说 不管怎么样 我们将来会 有天台华元 以后变成什么 我们不知道 但是仍然这个原则不能变 基本 三法印 一法印 不能变 变的就不是佛教 不是佛法 好 所以这是我们大概介绍 今天介绍《大上经》 一个简单的一个轮廓 然后我们谈到 《经》 这个字的一个特质 我们在解释它的时候 那我们的主德 古德 帮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非常 妥贴很周圆的 很整体的一个解释 不是光是解释 这个是长野 法野 什么什么 不清楚 他解释 这就是我们佛教 非常很有系统 很科学 很清楚的 蜿蜒内暗 这样一个解释的方式 好 那今天我们就到 这个地方到一个段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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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